周世宗赤逢道 6月947年6月 刘之源定都变境 改国号为汉 这就是后汉高祖 十个月后 后汉高祖刘之源死了 他的儿子后汉引帝刘成又继位 不久 后汉内部又发生了动乱 后汉大将郭威发动兵变 推翻了后汉 公元951年 郭威在变境继位定国号为周 这就是后汉太祖 从此以后 古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开始好转 后汉建国的时候 刘之源的弟弟刘成不服后汉的统治 在太原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割局政权 历史上称为北汉 刘崇为了与后周对抗 也学识经堂的做法 投靠辽朝 代辽主为书皇帝 自称为植皇帝 好 在辽兵的帮助下 刘崇平多次侵犯中原 跟周太祖打仗 总是我失败 公元954年 周太祖死了 梁子柴龙继位 这就是周世宗 我打不过周太祖 周世宗该不是我的对手了吧 占据中原的机会 到了 船只 击中三万人马 再请辽国出一万骑兵 向陆州进军 报 皇上 皇上 刘崇的军队又杀进中原了 这次他们的人马众多 来世凶猛 哦 父皇刚刚去世 刘崇是欺负我年轻 想通定中原 诸位大臣 我决定亲自带兵抗敌 陛下刚刚继位 不宜亲自出征 还是派两个将军去 皇上太年轻了 过去 唐太宗平定天下 都是自己带兵打仗 我怎能苟且偷安呢 陛下能够比得上唐太宗吗 我们有强大的兵力 要消灭刘虫 还不是像大山鸭鸡蛋一样容易吗 不知道陛下能像一座山吗 我一定要带兵出征 不久 周氏宗帅大军到了高平 周氏宗才带了这么点人马来 早知道这样 我何必要借用辽兵呢 这一次 我不但要打败周军 也要让这些辽人看看我的厉害 弟兄们 都给我冲 天哪 我们抵挡不了这么多人马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绝不厚罪 今天我要和他们拼了 杀 好 帝下 将士们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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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从风的 撞兵们 撞住 给我撞住 撞住 撞住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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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屏大战流冲又一次失败 而周世宗的声望却大大的提高了 两年后周世宗又千岁率兵 收复了长江以北的十四个州和北方的大天实地 但是正当他要实现统一全国的愿望时 就冰倒了 公元959年周世宗去世了 黄桃加深 亲爱的朋友们 时光飞快的流逝 转瞬间我们已经走出了 孤代十国时期 进入了 北方时代 你们两个的嘴可真够快的 听说周世宗继位只有六年就死了 接替他皇帝的周公帝 是个才满七岁的小娃娃 是啊 现在地经城里人心浮动 有谣言在传说 将军到皇帝就要夺取皇位了 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在五代时期 武将夺取皇位的事情很多 所以有这种谣言 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我们快去看看下面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吧 皇上 天官机报 美汉和辽朝联合杂我国 这可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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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你我之见只有派大将赵匡印去抵抗了 还是一定吧 唉 皇上年少做不了主 这个国家不得不便哪 啊 除非是我眼花了 刚才我明明看见 空中又一上一下两个太阳 啊 我好像也看见了 这大概就是一日刻一日吧 这是天命 有人要做天子了 唉 我们拼死拼活去打仗 你这么幼小 将来 有谁知道我们的功劳呢 是啊 我们还不如现在又拥立赵将军做皇帝 起码他也知道我们的功劳啊 好 好 我再去找赵将军的弟弟和谋士赵普商丁此事 好 我要请赵将军做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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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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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命令你们能够服从吗 陛下我们一定会听从您的命令 好我要宣布约法三章 我们返回京城后 大家不得警犯攻势 民主朝臣不许抢劝 否则竟将严惩 快看哪 赵狂仪的军队回到京城了 快看哪 他们果然是军纪严征 轻豪无犯 我已经看到新的天子了 公元九百六十年 周公帝让位 赵狂仪顺利的做了皇帝 传宋太祖旨 从金入宿 高桥的国号为宋 定渡东京 杯酒士兵权 嘿 毛毛 你在干什么呢 噓 小点声 看着我小吗 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宝 我也没见过 是谁说出了我的新声 老人家为什么事叹气 怎么回事 我们去看看吧 好吧 哎 皇帝虽然做了皇帝 但他总是要在外面东征西讨 做天子实在不易 太后 皇帝是权力最最大的人了 还有什么事不容易呢 你哪里知道 能把国家管理好的皇帝 才是尊贵的 否则出了乱子 再想做一个百姓 都不成了 皇上驾到 台尔拜见 夫妻 啊 奥义啊 你已经好些日子没来了 是啊 这半年来 已有两个节度时 起兵叛乱了 我亲自率兵征考 费了很大的劲儿 才把他们给平定下来 这没完没了的战乱 使我心里很不踏实 哦 皇帝好可怜啊 哎 天下为什么总是战乱不断呢 是啊 母亲 这也正是我要解决的问题 否则国无安宁 民无太平啊 哦 原来 太后是为皇帝叹气啊 那皇帝的问题 又该怎么解决呢 嗯 这是个好大的问题啊 没错 咦 我们去看看皇帝怎么办吧 好吧 招伙啊 天下自唐末以来 已经换了五个朝代 战乱不举 这是什么原因啊 皇上 当今军臣势力对比 是军务成权 问题就初代 藩镇的权力太大了 哦 现在要加以整治 只有逐步收回 地方的财权 军权 才能安定北江 我明白了 皇上 禁卫军大将实属信 王子其两人 兵权太大 应该先将他们调 不 这两个人是我的老朋友 不会反对我 皇上 他们不背叛您 可他们的部下就能说 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 只怕他们身不同情 哦 亏得你提醒 三日后我要在宫中宴请诸位老将 哦 宋太祖要开宴会解决问题 咱们很久没有这么痛痛快快的喝酒了 来 大家再干了这一杯 好 众爱卿 我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 哪有现在的意义 但是 你们哪里知道 做皇帝还不如做节度许字在里 哦 这是为什么呀 这还不明白 皇帝这个位置 哪个不有呢 啊 皇上 皇上 您怎么能这样说呀 谁敢对您三心二意呀 你们忠心 但你们的部下要贪图富贵 把皇帝披在你们的身上 那该怎么办呢 呃 皇上 我们都是粗人 想不到这一点 还是请您给我们指一条出路吧 好 我替你们着想 不如你们交出兵权 我给你们一大笔财物 你们到地方上当个大官 购置田产房屋 给子孙留粪加业 岂不快乐一事 这样我们君臣无猜 不是更好吗 呃 皇上替我们想的太周到 快看 那些大臣怎么还那么多奏章 我们去看看他们写了些什么 啊 这是那些老将军向皇上请求辞职的奏章 哦 开宴会还真在解决问题了 是啊 这叫做飞酒使兵权 是就是解除的意思 李后主 王国 哎 小琪 快来看 啊 这么大的暴风雪 哎 星星见在哪儿呢 小琪 不要担心 我才在向赵普的家里取暖呢 怎么这么寒冷的飞夜 有谁来的 我知道是谁来了 是皇上 皇上 快快 快请进来吧 好 喝杯酒 乱了什么的头 好好 雪下的这么大 皇上为什么还要出来呢 我在想一件事 怎么又无法入睡 所以来找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情 我想做 你国家这件大事 但是从哪先下手呢 皇上是为这件事 你看我们先打北汉 如果我们先打下北汉 就会受到潦潮的威胁 还不如先削平南方 回过头来再打北汉 小小北汉 早晚也会被我们收拾掉 好 我也有这个想法 让我们开始执行这个 先南后北的计划吧 从此以后 宋太祖花了十年的时间 先后出兵消灭了南平 后蜀 南汉 这样 南方的割据政权 就只留下南唐和五月两国了 南唐是十国中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 那里土地肥沃 阶级繁荣 不过南唐的国主全都是些十分毁庸无能的人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南唐的最后一个国主 比约吃得要忙活的吧 说起来我也是个有才能的人 诗词音乐书画我都十分精通 我就是不懂得处理国事 皇上 宋太祖已经灭掉我们周围的三个国家了 是啊是啊 为了保全我们自己 我不是每年都在向宋朝进贡吗 再说 我还愿意取消唐的国号 改称为江南国主 可是赵狂义还不放过我们 他的大军已经开到江北了 哦 这个嘛 你不用担心 宽阔的长江会挡住他们的 来来来 大家一起去杯 干 凉宵美酒多么宁静的生活呀 若是没有宋军 皇上 听说宋军已在江上搭建湖桥呢 哦 有这种事啊 这可怎么办啊 自古以来 我还从未听说过搭湖桥可过长江 他们一定办不到 啊 既然是这样 我也就放心了 来 带钢了这堆 哈哈 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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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不好了 哎 什么事情 宋军 宋军已经到了我们金陵城下了 啊 不可能吧 这是千真万确的 从城上看下去 遍地都飘扬着宋军的旌旗 啊 真的吗 我得赶快去派人讲和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李后主两次派人去向宋太祖求和 可是都遭到了宋太祖的拒绝 无奈之下 他只好调动驻守在上江的十五万军队来解金陵之围 可是 他的救兵还未到金陵 就在半路上全军覆灭了 不久 金陵城被攻破 以后主做了俘虏 南唐也灭亡了 从此后 李玉以泪洗面 过着十分心酸的日子 问君能有几多丑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赵普收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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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快来 下是在向赵普的书房 妈妈 听听见 等等我 这个书房里好像没有书 是啊 不过那有赵普的一只书香 书都放在那里面 怎么只有一本书 是什么书 是论语 赵普可是朝中的宰相 怎么会只有一本书 是啊 好奇怪 这是因为赵普只是一个小吏出身 论起学问来 他要比其他文臣差得多 他做了宰相之后 宋太祖劝他读点书 于是他每天上朝之前总是要到书房 来读这部论语 第二天上朝处理事情的时候 他总是十分干净利索 人们都说赵普是靠这半部论语治理天下的 想不到这部论语 想不到这部论语有这么大的用途 啊 其实赵普从宰太祖托 就是他的主要谋臣了 他帮宰太祖出了很多主意 宰太祖也很信任他 赵普已经做了十年宰相 他的权力也很大了 啊 赵普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呀 原来是这样 我还真的以为只读一部论语 就能治天下了呢 哦 是谁来了 请问宰相大人在家吗 哦 在家 在家 呃 请问先生是哪里来的呀 呃 我是吴越国的使臣 吴越王派我来见赵宰相 呃 这就是赵宰相 啊 是宰相大人 吴使给您磕头了 给您磕头了 免了 免了 吴越王派你来做什么呀 吴越王派我来给您送封信 还有一些海禅品 哦 就是这些东西吗 是啊 是啊 那是些 精子 好 好 好 我收下 我收下 那个使臣 赵宰说了些什么呀 不知道 宰相大人 皇上来了 赵宰相 在家干什么呢 是皇上啊 是皇上 您看 您也不听告一声 我好去严谨面的 哎 我们君臣之间就不必了 赵宰相 这是些什么东西啊 这是吴越王送来的海禅品 啊 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禅品 一定不错 打开 让我看看 哦 无需宰相动手 我来 我来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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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宾 这是怎么回事 啊 皇上 哎 还没有看信 实在是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啊 啊 哼 你们就收下吧 他们以为国家大使就由你来决定呢 哼 宋太祖向来就怕官员接收贿赂 滥用权力 这下赵仆可真烦了 不久 赵仆又因为违反了朝廷禁止私人翻阅木材的规定 而被宋太祖撤销了宰相职务 杨无敌 啊 那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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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哦 好幸运的关口啊 据书上说 赵仆是历代兵家正多的药地呢 没错 他就是我们今天旅行调取的目的地 你快 我还可以给你讲一个宋太明将成业的故事 啊 太好了 快给我们讲吧 嗯 是啊 好 跟我来 我们边走边说吧 嘿 来啦 来啦 故事要从公元979年讲起 那时宋太祖已经死了 宋太宗赵皇义寄了位 此时宋朝已经灭掉了南方五国 宋太宗决心一定成就统一北方的事业 他亲自拽领四路大军开始围攻北汉的都城太元 不久 北汉国主刘济元在外务员兵内务粮草的情况下 开城向宋太宗投降了 刘济元手下的名将老将军杨叶也归属了宋朝 消灭了北汉的宋太宗 挑成圣收复北方师弟 宋军一直打到了幽州 正时 辽朝派来一趟将军一旅生活救援 双方在幽州护离 为了和将将 令和重军大败 宋太宗狼狈的逃回了东京 辽国的军队不断侵袭我们的边境 这是我非常担心 夜门关是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不能失守 杨傲将军 存在 我要把恶守夜门关的重任交给你 请皇上放心 和杨叶月与夜门关共存亡 杨将军 辽国有十万人马杀奔夜门关来了 一枪我弱 我们不能与他们应聘 武将军 武将军 你率军在此严守 我带五百七名皇朝到他们的后面去 瞧瞧瞧瞧这一路我们势不可挡 夜门关 夜门关 马上就要是我们的了 我说得对吗 我说得对吗 您说得对 今天晚上我们又不能睡张风了 就可以睡到湾里头去了 怎么了 后面怎么了 后面怎么了 杀呀 杀呀 杀 是宋军 夜门关到底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啊 别管他在前面 还有后面 我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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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走 我挡住 我挡住 他们真是天下无疑 夜门关大劫之后 两夜的威宾远阳 辽兵一看到杨秀气后 就吓得不不敢打仗 几年过后 辽朝的锦宗皇帝死了 新界尾的圣宗皇帝是个才12岁的小孩子 哦 这个小孩子能执张朝政吗 不能 其实是他的母亲萧太后在执张朝政 哦 哇 明白了 辽朝的军军变动也引起了宋太宗的注意 启禀皇上 近来辽朝政权交际 局势不稳 这正是我们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好机会 有道理 燕云十六州不能收回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这次我要派三陆大军去夺回这块尸顶 是 明元九百八十六年 宋军开始北伐 由逐渐宽美 曾经养叶帅人的一种人马 也浩浩荡荡地杀出了燕门官 结报 结报 我们已经收回了四个州了 我们已经收回了四个州了 照这样下去 燕云十六州不久就要回到我的手中了 皇上 前方击报 抢 结报又到了 结报皇上 大将曹兵率领的一路主力 因为故军混入了辽军的腹地 被辽军杀得大败 想不到辽军还这么厉害 皇上 国军战线拉得太长 粮草人马都难以相互接应 这样下去十分危险 是 船只 令各路人马迅速撤回 是 宋太宗的一生 最大的遗恨就是这次征疗的失败 有这么严重吗 这次的失败 使宋太宗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愿望化为了泡影 也使老将军杨叶兵败被俘 二位乡亲 听说辽军已经追到环州了 是啊 他们的来势非常凶猛 王千军 我们撤退缓慢 不如派兵阳攻辽军 吸引住他们的主力 以便大对军民的扯出 不 我们有几万良兵 害怕他们 我看我们只管沿着燕门大路行进就是了 现在你强火弱 这样做是不行的 哈哈哈哈 杨将军不是好成不敌吗 现在在敌人面前反倒畏缩不战 是不是另有打算呀 哎 并不是我怕死 只是现在师机队我们不利 不是怕士兵们白白送命 你们一定要打 我可以打头阵 那就以杨将军的愿望 由他打头阵好了 哎 这样打的肯定要失败 我本来想看准实际透极敌人 暴露国家 现在大家责备我避敌 我不得不掀死 前面就是陈嘉玉 希望你们在那个骨口两色 射兵埋伏 我兵派之后退到那里 你们可以带兵接应 这样我们两面夹击 也许还可以转败为胜 杨叶出兵没走多远 果然遭到了辽军的腐击 哦 辽军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 杨叶一趟踢上地震 抵挡不住 只好边打边退 把辽军迎向陈嘉玉 哦 这一切都是杨叶料想到的 嗯 但是也有杨叶没料到的事情 啊 是什么事情啊 那就是当杨叶退到骨口时 并没有见到宋军的影子 啊 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因为 王生和潘美 怕杨叶打对了辽冰 抢了头功 潘将军 我们已经在骨口等了一天了 怎么还不见杨叶的影子呀 看来辽军他是退了 我们没必要再等杨叶了 传令全军撤退算了 我们应该尽快地赶回京城面见皇上 可不能让杨叶抢了头功啊 哈哈哈哈 杨将军 杨将军 挑兵追上来了 杨什么了 我们吃肉贫了 杀 杨将军 杨将军 敌人从又方又上来了 杀 杀 杨将军 我只剩下百十个士兵吧 将士们 你们都有自己的父母 妻儿老小 不要跟我死在这里 赶快突围出去 好让朝廷知道我们的情况 将军 我们不会离开您 我们宁愿与您一同战死 我们宁愿与您一同战死 全部战死了 杨叶也身负了十几株重伤 杨叶是被王神和攀美险害了 没错 杨叶被俘后 在辽营中绝食了三天三夜 死去了 杨叶死后 他的后代继承了他的事业 其中很著名的有杨颜昭 杨广 现在流出的杨家将的故事 就是由他的祖孙的实际 改编而来的 叩准抗辽 快看 你吓了我一跳 你叫我看什么 扣准 还是扣准 是我 你们好 是个老头 真的有什么好兴奋的 扣准 这是干什么的 这 一言难尽 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宋太宗对他的评价是 我有扣准 就像唐太宗 准备争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而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 对他的看法则是 好强忍性 啊 那扣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走 我们自己去找答案吧 好嘞 好嘞 这是怎么了 啊 辽朝的萧太后 辽胜宗帅二十万大军南下 前锋已经到了河南浦阳 比我们东京已经很近了 不得了 我得赶快去见皇上 大敌当前 皇上 我们应当去成都 不不 我们还是去见另位行 皇上 扣准了 现在有人劝我迁都金岭 又有人劝我迁都成都 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啊 这是谁出的搜主意 出这种主意的人 应该将他们给斩首 好 哦 为什么 我认为皇上应该亲自带兵出征 大退辽兵 如果放弃东京 辽朝就会趁虚而入 国家就保不住了 嗯 好 我决定亲自出征 不准随君指挥 哦 皇上 我们已经到围城了 哦 是吗 我们还要走吗 是的 我们还要前进 哎 哎 皇上 听说南下的辽军势力非常强大 嗯 皇上还不如暂时退兵避避风头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 现在就走吗 还是叫寇准进来问问他吧 寇宰相 寇宰相 皇上叫你呢 嗯 寇准拜见皇上 寇宰相 寇宰相 辽军强大 我们恐怕无法战胜他们 大家都说我们应该撤往南方为好 你看哪 嗯 皇上 主张难逃的人都是堕落无知的 现在敌人近在眼前 人心动荡 我们只能前进 不可后退 再说 皇上如果前进 将士们的士气一定会大增 如果后退 就不全军瓦解 敌人再一追 恐怕皇上 你就去不了金陵了 嘿嘿 还是说服不了他 皇上 您就去听听将士们 是怎么说的吧 我见高雄拜见皇上 高雄 寇宰相 寇宰相说 我军如果前进 将士更失智大人 如果难撤 全军会 土崩瓦解 没错 宰相说的太对了 我们的家属都在东京 不愿难逃 只要皇上亲征禅州 我们决心死战 击败辽军不在华下 皇上 既不可施 请您立刻动身吧 扣准抗辽 扣准抗辽 诶 这两天我听说宋真宗在抗辽的路上就想往南方撤退了 那可怎么办 那可怎么办 宋真宗要是前途到京陵去 东京的百姓可就遭殃了 是啊 寇宠能你看住辽兵吗 不知道 我们再等等前方的消息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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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禅州 啊 我们被包围 只剩下一条出路了 那我们赶快撤退吧 固承 我已经把部队都护防好了 所有的要害地方都设下了组建 哦 那你想怎么做呢 只等辽军进攻 火军将会万箭齐发 打败他们 皇上 您一会儿就有好桥子了 哎呦 我的桥崴咯 哈哈哈哈 你这年纪太大了 有人来了 那是辽军的主将 将是吧 快放箭 哈哈哈 皇上 辽军的日子将被我们杀了 我们应该趁上追击 把辽军给彻底打败 哦 还要前进呢 没错 那到什么时候为止 快走快走 没想到我们这次出师会如此不顺利 现在又折了主将 宋朝还真是块难看的母头啊 太后 听说这次是宋真宗亲自率领来了 是这样 看来我们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了 还是派人与宋朝讲和吧 报皇上 辽君派人送来信函 说萧寨后愿意我们宋朝议和 太好了 这正合我的心愿 不过辽朝还想让我们割让土地 割让土地是不行的 不过辽人要点基因财宝 我看倒是可以答应的 后准你说呢 他们要何 叫他们首先归还燕云十六周 哪能再给他们钱财 玉石潮利用 方上 陈赞 你去一趟辽营 练剑萧太后 如果他们要赔款 破不得已就算每年一百万也答应了 你 臭宰相 你有什么事吗 你给我盯着 这次请辽营盘盘 黑板的数目不能超过三十块 你回来的时候 我要你的脑袋 是 宰相 秉告皇上 什么事啊 皇上 曹大人告诉我 是这个事啊 三百万 三百万 这么多啊 不过能了结了一件大事也就算了 草地又说的是三十万不是三百万 毛毛小齐 前方有消息传来了 描朝和宋朝讲和了 这么说朝廷不一定千里了 是啊 宋导两国还正式牵入了禅渊之盟 是寇准坚持抗战才使得东京保住了平安 哇 寇准可真了不起啊 袁浩建立西夏 哇 是小哥子 啊 欢迎你 小哥子 喂 信心见 这位朋友 是从哪儿来的呀 啊 他来自遥远的西部 啊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看他的腿吧 啊 他是一只性鸽 看到这只西普莱的鸽子 让我想录了一个模样的故事 它和鸽子又关 那你快讲给我经历吧 好 早在宋太宗时期 西北边街上就有一个少数民族 叫党相族 部落的首领丁杰谦是个烟稀勃勃的人 他不断的率兵侵犯宋朝的边境 到了宋真宗执政时 朝廷为了委定西北边境 并放丁杰谦的儿子和兵费西地皇 任并兰截图时 宋真宗还每年赏给他大量的钱物 才使得西北边境平和地度过了三十年 可是到了公元一千零三十八年 世界发生了转变 李德明死了 他的儿子袁浩继承了爵位 穿皮毛 不流洋 这是我们党相人的风俗 英雄好汉 应该创立自己的事业 我决定恢复我们民族的习俗 一律留突发 不再使用理性 建立大下国 定督 性轻浮 报皇上 西平王起兵造反了 西平王元昊正式宣布建立大下国 并自立为大下皇帝 皇上 他这是反叛朝廷 公然和我们作对呀 船只撤掉元昊西平王的爵位 与党相族断绝贸易往来 另外在边境关卡上 整广悬赏捉拿元昊 说了半天 好像并没有各自的故事呀 你不要心急吗 马上就要说到了 在宋人宗时期 宋下两国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战斗 其中以郝雪泉战役 宋军的损失最为惨重 那是在公元1041年2月 元昊亲自率兵进攻贝州 范将军 这一次我们奉命抗击西夏 你看这一仗该怎样打才好 元昊的骑兵行动迅速神出规模 我军还是应该以防守为主 文扎文打为好 不 我们大宋的军队 哪里能守在一地 等着挨打 是啊 韩将军 请让我带一只人马出击 去击退元昊好了 好 就你带一万八千名精兵出击吧 是将军 驾 任将军 西夏士兵与我们一交战就外走 会不会有差 不会 我已经得到了消息 前面的敌人并不合 任将军 你看前面 这些箱子 士兵 我去看看 里面放了些什么 一群鸽子 这是什么回事 第一手慢 给我冲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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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冲啊 你怎么快撤吧 是 行 冲蛳大羌织 冲啊 夫公 一狼 又一死爆骨 read 这一仗 西夏聚德大胜 总军死亡惨重 我还就都跟宗霸判棋撤了直 early 一辆而受到了猎疄 同样也撤了直 哦 原来是这样 鸽子飞走了 鸽子飞走了 小鸽子再见 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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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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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游戏 你吓了我一大跳 这是我设计的电脑游戏 像西夏大战 西夏大战是在哪发生的 那个戴面具的人是谁 西夏大战发生在中国的西部 我是大夏拖王元浩 好了 剩下的你自己去问吧 请问你是谁 我叫李青 李青 是西西剑 李青是什么人 这话说起来可长了 让我给你讲一个他的故事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快说吧 在宋代 西夏国和宋朝打了很多年的仗 宋军总是败多胜少 一四年 宋仁宗派进入军圈 军进去防守 好 卢将军 进军将士提清 向您请战 不 我们将军一听说打仗都有点害怕 而他却主动请战 太好了 我将拨给你一只人马 你就去与西夏军交战吧 是 是 将军 不久 狄青就与西夏军打了第一仗 这是些什么人 这有什么苦难为见到更不厉害的对手 发雅快逃 真没想到 狄青会使用假面具作战 打仗以后 狄青做家伙大小二十五次战斗 他没想到一场 兵报皇上 进军将官狄青在边关大盛西夏军 狄冰一听到他的名字便吓得不敢与他交锋 好 好 我要马上通报全军给他嘉奖 将他的官位延伸四季 是 皇上 太棒了 不过 我刚才看到狄青的脸上好像似有个计 这是怎么回事 小齐的眼力可真好 这是因为在宋朝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制度 是什么制度 那就是要在逃兵的脸上刺生刺 狄青也曾没刺过刺 是的 那是狄青当小兵时候的事 在十多年之后 狄青已经做了掌握全国军事的舒逼史 有一次宋仁宗召见他 李将军 你已身居高位 可脸上还留着黑字 这很多体面 应该把它除去 皇上不嫌我出身低微 按照战功把我提升到这个地位 我已经很感激 至于这些字 我宁愿留着 让士兵们见我 知道该怎样赏进 李将军 按照您信誓推算 会不会是唐太名将敌人节的后代 我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 是偶然的机会得到高位 怎么能和敌功高盘 狄青不光是武功高强 他还是一个不图虚荣的人 您说的没错 嘿 你们在说谁呢 范仲淹实行新政 他就是这样的 你明白了吗 嘿 你们在说谁呢 我们在谈范仲淹呢 范仲淹可是个军事家呀 嗯 范仲淹还是素费出名吧 正军家 文学家呢 啊 这我可不太清楚 诶 新世界 你快让我也了解了解范仲淹吧 嗯 好的 让我们从范仲淹的小时候看起吧 那是在江南松州的湖县 那是在江南松州的湖县 哦 到你家去 哦 到你家去 哦 到你家去 哦 是妈啦 哦 妈妈 嗯 妈妈 我们今天吃什么呀 哎呀 还能吃什么呢 哦 妈妈 哦 妈妈 众烟啊 该吃饭了 是 经过几年的古读 范众烟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那范众烟后来的经历呢 后来范众烟在朝廷里做了一名剑官 但因为他退正直了 看到宰相吕一俭耐用直权 就向宋仁宗检举揭发他 那范众烟成功了吗 没有 这事出雇了宰相 他反咬一口向宋仁宗告发范众烟 交结同党 挑择军臣关系 宋仁宗信了吗 信了 宋仁宗还把范众烟贬折到南方 直到西夏战争发生以后 才把他调到陕西去 哦 原来范众烟是这样被派到陕西去的呀 直到多年后 范众烟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大功 宋仁宗才觉得范众烟是个人才 又把他调回到了京城 皇上召见范众烟 臣拜见皇上 范众烟 这次我召你回宫 委任你为朝中的副宰相 哦 现在朝中腐败现象严重 战争又使得我们的军队支出浩大 国家财力不足 我想对国策进行改革 你有什么治国的良策吗 皇上 朝廷的弊病态度很难一下子改掉 还是一步步来好些 哎 还是快些好 那皇上 我提十条意见 赫 范众烟有这么多意见呀 宋仁宗这次听信他了吗 范众烟的改革主要是 一 对官吏要定期考核 按他们的政绩好坏提升或降值 二 严格限制大臣的子弟 靠故企的关系得关 三 改革科举制度 四 慎重选用地方长官 等等 宋仁宗正在改革的心头上 这次他立刻批准了范众烟的 时角改革措施 啊 那范众烟这次可大有作为了 哎 哪有的事儿啊 范众烟刚一推行新政 朝中的皇旗国企全会大臣 参观屋里纷纷到了起来 皇上 范众烟说我们探赃王法 但是血口喷人 皇上 他有什么权利撤我们的官啊 我们以家大想吃什么呀 啊 皇上 哎呦 哎呦 我让你们吵死了 这新政不改就是了 不久 范众烟又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去了 哎 这范众烟可真够倒霉的 不过 范众烟并没有微子消沉 他认为一个有远大报复的人 相感情应该是 先天下之幽儿幽 后天下之乐儿乐 哦 这句话好像在哪里见过吗 是范众烟的叶阳老鸡呗 再见